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共機擾台30公尺創新低 冒死低飛只為一件事 中共特取消生物武器會議 因為美掌握情報 官媒熱動反迫一尊 中共最難時刻意到 阿里之後輪到尾斷 中共展開反壟斷調查 中共經濟制裁澳洲雷聲大雨點少 雙及自身 大家好 歡迎收看國際新聞眼 今天是2021年4月27日星期二 近月來中共軍機擾台相當頻繁 已經不是新聞 不過4月26日共機擾台 就出現了一個非常罕見 而且驚險的現象 當天上午台灣空軍發現 共機在台灣的西南空域 以30公尺飛行高度出現 創下擾台軍機飛行高度的新低 不過共機都被發現 然後被廣播驅離 30公尺高度 大概只有10層樓的高度 飛機貼海飛行其實是很危險的 隨時大浪一離 或是一個不小心就會被捲入海裡 為什麼它還要飛這麼低呢? 時事評論員黃瑞德分析說 有兩個可能 一個是中共要測試捉潛艇 另一個可能就是測試台灣西南部 有沒有雷達偵察不到的地方 如果雷達捉不到 中共就知道這個區域高度有個死角 不過都是被台灣的雷達捉了出來 它還說中共有可能會用無人機偵察 想找出台灣空域裡 有哪些地方是雷達偵察不到的? 它猜測 這應該是伸觸駱山雷達的功勞 駱山雷達號稱只要在3,000公里範圍內 飛行5公尺以上的飛彈和飛機都可以捉得到 今次果然都不令台灣失望 根據台灣西南空域粉絲專業記錄 共機今年累計進入台灣空域98天 廣播距離記錄一共297次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過年前後 中共軍機都曾以300公尺飛行高度擾台 當時大家都覺得中共應該在進行某種戰術的演練 華盛頓時報10月25日報導 根據本月美國國務院關於遵守武器協定年度報告 中共官員以未指明的技術問題為由 取消了與美方有關中共失物武器的在線會議 報導說 這表明美國情報機構已經清楚中共在進行秘密失物戰 據報導 這是四年來北京首次拒絕與美國官員會面 討論中方涉嫌違反1975年生物武器公約的行為 這引發了人們對北京正在研究微生物或病毒致命武器的擔憂 2020年報告說 中共參與了具有潛在軍事應用的活動 2021年的報告就省略了潛在一詞 表明美國掌握了最新情報 新信息的一個可能來源是一名中共軍醫 他去年半途到一個歐洲國家 詳細地介紹了北京的生物戰計劃 《華盛頓時報》曾在去年9月報導過這件事 中共有涉及十多家軍方管理的軍事研究機構 據稱從事秘密生物武器工作 退休中共將軍張世波在2017年的一本書中寫過 生物技術的進步增加了使用進攻性生物武器的危險 包括可以進行特定種族基因攻擊的生物武器 美國國務院一位高級官員去年透露 中共秘密生物戰包括只在攻擊帶有病原體的 特定種族的工程武器 這位官員在5月份說 我們正在研究對少數民族的潛在生物實驗 中共建黨百年紀念日即將到來 各種不祥信號頻傳 中共內部分裂似乎越演越烈 每逢內鬥奪權維持中共統治的困難時刻 習近平就會想到某一些中共紅色為止考察 習近平1月25日到廣西考察 參觀了雙江戰役紀念園 1934年的雙江戰役 中共以損失至少5萬名士兵生命為代價 才得以繼續以長征為名的逃亡 外界認為習近平得以造訪這樣一場戰役的紀念園 可見在他看來當前局勢何等不利 總部設在北京被外界視為中共大外宣成員的 多維新聞報道這件事時 以謀百年目標中共直面最困難時刻 習近平海南廣西之行解局為標題 好像就拉走了習近平的遮醜報那樣 直言中共目前面臨最困難時刻 另外央視4月23日公然就打念習近平 在財經頻道經濟半小時南幕中報道陝西省 雙樂市雙南縣有兩村脫貧造假 將中國沒有實現全面脫貧的真相報了出來 這樣直接針對習近平最大的政績開火 令他下不了台的做法相當罕見 日前中共面臨的外部壓力不斷加大 美日在印太戰區直面中共 澳洲靠攏美國 取消與中共的一帶一路協議 連一罐綏正的歐盟都被報出 在一份內部報告中表達不滿 評擊習近平轉入威權主義 香港時評人劉銳紹分析指出 中共不怕美國單一力量制裁 因為依靠專制體制 它可以將外來壓力和傷害轉化到老百姓真相 但一旦西方結盟 形成合中連環局面對付中共 北京就會非常擔憂 很怕外國的圍堵 會與香港、台灣等不穩定因素相結合 中共就怕這些東西 它怕的就是內亂 而目前出現的種種跡象被認為 中共已經處於內亂之中 中共將馬雲旗下的阿里巴巴集團定性為違反反壟斷法之後 又對大陸知名外賣平台美團進行反壟斷調查 這個引起外界對美團 是否會成為下一個阿里巴巴的猜測 4月26日 中共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在官網發布公告稱 近日市場監管總局根據舉報 依法對美團實施二選一等涉嫌壟斷行為立案調查 繼阿里巴巴之後 美團是第二家被中共公開調查二選一行為的網絡平台公司 據美國彭博寫寫於26日報道認為 中共對美團啟動調查表明 中共現在越來越關注阿里、騰訊和美團等互聯網企業巨頭 在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日益加大影響力 以及他們通過提供線上購物、遼天和約租車等服務積累的大量數據 美團被調查的消息引發網友們的熱議 有網友說前幾天對馬雲阿里巴巴罰款天假 今天又搜刮美團 不用急一個一個來也有份 今年3月中共國家市場監管總局 以存在不正當價格行為為由 對美團旗下的社區團購業務美團優選 儲罰了150萬人民幣 3月份浙江、江蘇和吉林省地方政府 都以同樣理由對美團進行罰款 分別是100萬、35.2萬和70萬人民幣 中共當局對澳洲批評侵犯人權問題 採用了一系列經濟制裁手段報復 企圖令澳洲讓步 但中共不單沒有嚴重影響澳洲的商品出口 反而搬石頭扔自己的腳 導致國內相關產品的價格和成本上升 據BBC7月26日報道 澳洲多次批評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的人權問題 支持世界衛生組織獨立調查武漢肺炎之後 中共從2020年5月開始 就對澳洲的出口商品增加關稅 中共向澳洲大物徵收6.9%的販保貼稅 還要求中國廠商停止購買澳洲棉花、牛肉和煤炭 中共的這個舉動導致大陸相關貨品價格紛紛上漲 例如飼料用大物的價格竟然超過小物 牛肉就暴漲了50%左右 棉紗價格上漲了30% 服裝成本都跟著上漲 今年中國煤電企業的第一季度 電煤採購成本就增加了約470億人民幣 開始時中共的報復行為導致澳洲相關商品的出口量受到很大影響 但澳洲逐次運到其他國家的出口替代市場 棉花、煤炭等商品出口壓基本得到恢復 澳洲致富諾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國際經濟計劃首席經濟師拉架 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表示 中共進行的是頗明顯的經濟威迫行為 中共的一系列貿易措施並沒有改變澳洲的任何政策 反而令澳洲對華立場變得更強硬 亦不能對其他國家產生殺雞儆猴的效果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